吃年夜饭的话 你有几个诀窍 第一个你可以先吃蔬菜类的东西 你可以煮一锅蔬菜的火锅汤 先把蔬菜吃进来 因为蔬菜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让你比较不会容易饥饿 增加饱足感 因为你没有膳食纤维 第二个就是那些东西高油 但是蔬菜可以帮助你油脂代谢 第二个就是挑着吃 桌上有十道菜 你不见得每一道都要吃好吃满 你也可以挑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 你在烹调的时候 你可以用蒸的方式 你的油脂就会变少 第三个就是说避开高油的 你可以先选择白肉系列 醉鸡啊 然后鱼很喜气的虾子 觉得有一点满足感 在吃所谓的红肉系列 比如说香肠啊 腊肉啊 红妈可以吃瘦肉的部分 如果你真的要控制体重的话 吃完之后散步走路 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 可以帮助你把体内的胰岛素降低 然后就是让体脂肪比较不容易形成 过年的时候 我们有些三高要提醒 比如说像糖尿病人 可能你会多吃一些平常 你没有吃的淀粉类 年糕发糕啊 萝卜糕这些 你都要算在你的淀粉里面 要不然血糖很容易就飙高 第二个就是高血脂的病人 比如说你胆固醇过高 或者是酸酸甘油脂过高的话 那你饮酒要控制料 然后高油的东西 在吃的时候 搭配高鲜的蔬菜 比如说像香菇类 黑木耳 金针菇 帝瓜叶帮助你油脂的代谢 那高血压的话 就是要注意不要沾酱跟拌酱 乌醋 大家会觉得很健康 可是它的吶含量非常高 白醋跟乌醋 它的吶含量差了大概三倍以上 反而白醋是比较健康的 你有提到一个就是 大家喜欢拌饭这件事情 又油又咸啊 所以高血压族群不建议 很多人都会围如吃火锅 你好像有建议说 不要用汤底再去煮一些杂炊 对不对 对 唯独就是说酸菜白肉锅 因为它的酸菜 然后又久煮 这一锅汤头里面 亚硝酸盐的含量会特别高 那又搭上白肉里面有氨类 变成亚硝氨 那亚硝氨是 自肝癌自胃癌 甚至现在有些大肠癌也发现说 跟亚硝氨有关 要吃这个锅 有一个诀窍 你要喝汤先喝 除了说控制这个普林 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比较低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开始加这些白肉啦火锅肉进去之后呢 记得一定要加水 就是说你吃的加汤头就要加水 因为水可以稀释你的这个亚硝酸盐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一定要辛香料多 在这个沾酱的部分 尽量葱姜蒜什么都清满满的 这样来吃一定会比较健康 哈喽新年快乐 健康地点名跟大家拜个年 今天我们要过年了 当然要请到王牌营养师 就是伊莉 也好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乐 好我们每次过年 从初期开始到初五 初六真的是没有办法见人 怎么样 众人皆胖我独受 在这个过完年的时候 对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 如果真的要控制身材 但是又想要享受美食 我倒是觉得有几个技巧 大家可以学起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有的人他会买外面的 那有的人他会自己做 就是说你可以买外面的 因为现在可能比较忙嘛 大家可能买外面乘套的进来 那如果你今天买了一个 狮子头进来 那他是不是都几根菜而已 然后就几颗就是肉 那你红肉的话 当然油脂比较高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备一些 烫青菜类的东西 就是你在吃的时候 你也有青菜可以吃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买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浓汤 或是羹汤类的 类似像佛跳墙啊 那动辄可能都是800大卡 1000 200大卡 甚至于现在有那种大的 你知道吗 我们曾经算过最多热料 到2000大卡 对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到底要不要吃 其实你可以吃 但是你对这些高热量的东西呢 应该就是要控制你的量 比如说像佛跳墙 还有像羹类的东西 然后另外还有糯米类的 比如说像那种米糕类的 米糕 对米糕年糕 这些都高热量 那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在量的概念上 你就要控制 比如说像佛跳墙 你就不要吃一碗 两碗三碗 因为里面的料都是油炸的 可是我忍不住会想说 好吃的佛跳墙 就是我一定会吃一碗 这么小碗 因为它那个是芋头啊 里面又一大堆熬的 就很香你知道吗 而且我跟你讲 我一定要吃这个鸟蛋 但是他们就说 这个鸟蛋过难 其实是真的假的 其实里面 大概九成都是炸 但是你从炸里面 你挑健康一点的 鸟蛋是OK的 它蛋白质里面是OK的 那不OK的是什么 像排骨 我不吃 排骨的话它带肥肉 它的油食是鸟蛋 大概两三倍以上 所以你选择的是 鸟蛋是对的 然后一小碗汤 对小碗汤 那因为 芋头我就吃一小块 因为芋头 它是属于 比较是淀粉类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 年菜里面的 像有时候 我有一些芋头栗子 或是说米糕啊 萝卜糕 这个都是饭哦 所以我建议啊 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些的时候 你就不要盛饭 我没有盛饭 对对对 难怪你身材保持 没有没有 过完年都很可怕的啦 好 那我们再讲到热量 明烟饭里面 其实佛跳墙不是最多的 最多的是什么 大家赶快来猜一猜 笋丝蹄膀 竟然1500克要4103卡 辣味米高油饭 2670卡 红烧四字头 蛮高的耶 2536卡 佛跳墙2480克 还排名第四 2532卡 那东坡肉呢 550克 2448卡 再来是炖全鸡汤 我觉得鸡汤OK 怎么会那么多 1683卡 糖醋鱼 1198卡 八宝玉尼哦 这个很多人都爱吃的 因为家弟弟 对对对对 1092卡 港式萝卜糕 一条1000克 1010卡 再来是你刚刚说的干贝 海鲜蔬菜 它一定都是用干类的嘛 800多卡 乌鱼籽一片 也800多卡 我可以一个人吃一片 我有超爱吃乌鱼籽的 好 清蒸鱼 应该会少一点 有768卡 黄金炸虾球 10克300克 729卡 药膜最佳是510卡 然后综合水果是400卡 你自己最爱吃的是哪一个 我也很好奇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乌鱼籽 我跟妳讲乌鱼籽 我真的可以吃半盘 而且第二天还可以乌鱼籽炒饭 其实这些东西啊 都是给全家人分享的啦 所以你不太可能说 你一个人把这个所有热量都吃进去 但是呢 我觉得在吃年夜饭的话 我倒是觉得你有几个诀窍 第一个你可以先吃蔬菜类的东西 比如说有些配菜 或是你可以煮一锅蔬菜的火锅汤 先把蔬菜吃进来 因为蔬菜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让你比较不容易饥饿 增加饱足感 因为你没有散食纤维 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那些东西里面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高油 但是蔬菜可以帮助你油脂代谢 所以如果你今天吃年夜饭之前 你可以先就是吃一碗蔬菜 第二个就是挑着吃 因为你可能桌上有十道菜 你不见得每一道都要吃好吃满 比如说根类的东西 你可以挑料 不要喝汤 对不对 佛跳墙的部分 我刚刚有提到嘛 你也可以挑一些比较健康的食材 你不要全部都把它满满的一碗 但不要吃太多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挑着吃 那像米糕 它其实是很容易让血糖上升的 所以如果你习惯吃一碗饭 你就一半米糕 那另外一半的话 可能你就用糙米饭进去 把它中和一下 它的这个血糖上升的问题 那当然萝卜糕的部分呢 像有的人他会用煎的 那有的人会用蒸的 那你可以用蒸的方式 你的油脂就会变少 所以我觉得倒是你在烹调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家是会选三道 就是外面来的 比方说像因为狮子头很难做 我妈可能就会买现成的狮子头 然后第二个就是卤的那种控嘛 你自己要弄其实也很难 第一名的嘛 如果说你不想变胖的话 那你就是吃下面的瘦肉 就变成说你要少油脂啊 所以蔬菜多 然后挑着吃 第三个就是说避开高油的 高油怎么避开 就是刚刚除了烹调方式之外 你可以先选择白肉系列 醉鸡啊 就是盐烤鸡类的 然后鱼 另外还有就是很喜气的虾子 这种就是白肉系列 海鲜类的东西 真的 然后吃完白肉系列 它的卡路率比较低 对 你觉得有一点满足感 觉得吃到肉类了 再去吃所谓的红肉系列 比如说香肠啊 腊肉啦 然后甚至于可能有一些红嘛 那个可以吃瘦肉的部分 蔬菜白肉 然后再来是红肉 对对 那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大学问 不过依依老师哦 就是其实也有讲到哦 十大年菜当中 有一些饮食地的要注意 这我们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 好 像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膏类的 比如说年糕啊 发膏啊 这种一定必吃 对不对 那像年糕的话 大部分都是用油炸 那我们其实就要把它换算成饭类 你可以吃 但是你这一餐 你可能饭就不要吃 那比如说像萝卜糕啦 年糕或发膏这些 以我们自己的手指头 大概是这样子 一个面积 两片的话 两片的一半碗饭 对对对 所以你其实可以这样子换算 比如说啊 你可能吃了两块了 啊半碗饭 你可能晚上的饭 那如果不炸的年糕 就是那种一般的 其实是一样 因为年糕本体它就是淀粉 所以其实也不用那么刻意不吃炸 我觉得过年 你不要说五天都吃炸年糕嘛 偶尔就一次嘛 有一次我在我家炸年糕啊 然后我就发脸书 就有那个网友在下面说 你不是营养师吗 你怎么还在吃炸年糕 然后我就说 过年你可以饶了我一下 营养师不能吃炸年糕吗 对然后我就说 其实我吃了两块 然后晚上可能就可以少掉半碗饭 就垫得少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提醒大家 像有些人他家里会吃一些 嘴角类的东西 原爆嘛 对对觉得说带财啊 然后有时候可能放一些 放一些铜币 对对对对 类似像这一种啊 哎我就知道他当时要提醒 他过年的危险 就有一个朋友 他们就是给小朋友吃嘛 他小朋友在国小 就他就很开心啊 他就整个吃进去 就有那个里面是有硬币 所以其实我 卡到喉咙啊 对对对 后来就送我年的时候送急诊 所以我觉得 现在可能不要包种硬币 因为太小了一块钱 可能他小朋友 他有时候会 尤其是食俗啦 对对对 我觉得当时你在包水饺的时候 里面用一颗玉米 那吃到这个玉米的 那就代表说 有一个吸气这样 对对对对 这个倒是提醒大家啦 嗯水饺的部分啊 有建议就是 女生大概是六到八颗 男生是八到十颗 其实也是蛮多的啦 对然后另外还有 大家很喜欢吃的 像我们刚刚提到 乌鱼之类的 因为毕竟它是咸 然后胆固醇高嘛 那因为很好吃 所以呢 我们一片一片接着吃 再配一点那个小酒更好 对 跟大家讲啦 过年哦 饮酒也是要 吃稍微注意啊 因为会变胖 然后第二个 因为过年好像天气都蛮冷的 就是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部分 过年真的要喝的话 以红酒为主啦 那如果你真的喜欢喝一些烈酒类的 我们今天也不要超过 像男生的话 一天大概就是八十cc左右 那女生的话大概就是四十cc 就是你要自己争择 因为毕竟你我有三个问题 那我刚刚提到乌鱼籽 或是香肠这些 最重要的就是辛香料的部分 像有的人他会乌鱼籽 加苹果啊或是哈密瓜 那是口感好吃 可是不健康 我们建议要夹的是什么 白萝卜吗 白萝卜可以 像有的人会夹蒜片 那有的人会夹过年很多大葱 那反而它可以降低你的胆固醇 所以说你反而应该要夹这些 比较辛香料的 那香肠的部分也都是夹这种辛香料 因为白萝卜好像也是十四华科的嘛 对 所以它其实可以促进我们学育循环 然后又可以抗癌这样子 了解 因为有时候一开心起来可能会吃过量 那但是因为只有年夜饭这一餐还好 以前我们在做那个减重班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跟我们减重班学员说 拜托你们过年的时候 不要胖就好了 就是不要发胖这样 也不一定要减重 因为减重班不是要减重嘛 如果在过年叫人家减重 其实是很不人道的 所以我就说 不要发胖就好了 那我如果吃完就去运动了 可以啊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控制体重的话 其实吃完之后 在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原因 去走路其实就可以了 也不用太散步走路 大概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也可以帮助你把这个体内的胰岛素降低 然后就是让体脂肪比较不容易形成 好像你有提到一个就是说 大家喜欢半饭这件事情 油脂量好像有点会太 油又咸啊 对高纳高油对不对 所以高血压族群不建议 这个油脂里面盐分纳含量很高 所以如果高血压就不建议 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些三个要提醒 比如说像糖尿病人啊 可能你会多吃一些平常 你没有吃的淀粉类 像刚刚提到那些年糕发糕啊 萝卜糕这些 你都要算在你的淀粉里面 我刚刚有教大家嘛 要不然血糖很容易就飙高 然后第二个就是高血脂的病人 比如说你胆固醇过高 或者是三酸钢油脂过高的话 那你第一个饮酒要控制量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高油的东西在吃的时候 搭配高鲜的蔬菜 比如说像香菇类 过年大家一定会准备香菇 它是属于高鲜的 第二个我倒是觉得过年 可以准备一些黑木耳 然后金针菇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台湾的地瓜叶 这三大的蔬菜是属于非常高鲜的 它可以帮助你 对帮助你油脂的代谢 所以这个大家在准备年菜 或者是说 放火锅的清汤里面 对对对也可以 那高血压的话就是要注意 不要沾酱跟拌酱 其实沾酱类我提供一个酱料 大家会觉得很健康 可是它的钠含量非常高 乌醋 真的吗 对像如果说你喜欢 有的人会说 我吃火锅嘛 然后就酱油啊 然后加一点葱啊 加一点醋 那我建议加白醋 白醋跟乌醋 它的钠含量差了大概三倍以上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反而是白醋是比较健康的 然后可以加一点果檐酱油 然后加一点辛香料进来 如果你真的要沾酱的话 是比较健康 还好我爱喝白醋 好 如果你有提到 我就是说 很多人都会围如吃火锅 大家都知道火锅的汤体是有高普林 所以痛风的人不要吃 而且你好像有建议说 不要用汤底再去煮一些杂炊 对不对 对 唯独就是说酸菜白肉锅 因为它的酸菜 其实在这个发酵过程里面 对 然后又久煮 这一锅汤头里面有一个叫做亚硝酸盐的含量特别高 那又搭上白肉里面有氨类 所以亚硝酸盐搭上氨之后变成亚硝氨 那亚硝氨是致肝癌自胃癌 甚至现在有些大肠癌也发现说跟亚硝氨有关这样 所以你要吃这个锅的时候有一个诀窍 第一个就是你要喝汤先喝 就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一直下白肉 还没有加一大堆加工食品的时候 对对对先喝 那除了说控制这个普林 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比较低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开始加这些白肉啦 火锅肉进去之后呢 记得一定要加水 就是说你吃了加汤头就再加水 因为水可以稀释你的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 因为它在熬那个酸菜会越熬越酸嘛 对对所以就会担心这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提到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酸菜白肉锅 你一定要辛香料多 所以你在这个沾酱的部分 尽量葱姜蒜什么都清满满的 就是全家大小就去夹嘛 然后等于是说它的沾料 这样来吃一定会比较健康 了解 所以就是说如果火锅连吃了两餐以上的时候 这么加工的角类 这些东西不要加太多 可能加一些蛋啊 或者是说比较清爽一点的东西 现在其实大家健康意识抬头啦 就是说角类会加比较少 那现在有一些像手工的蛋饺 它可能蛋皮是真的用蛋去做的 那那个是OK的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超市 或者市面上还有在卖那种手工的花枝 就是自己弄的有没有 花枝碗啊或是虾饺啊 哎那个也是OK的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要带一点喜气 有的人会吃鱼板 鱼板也是属于低热量的 那其他高热量包括像燕饺啦 或者是说像有一些饺肉类的那种 那可能是高油脂的 那个就尽量避开 所以就是可以买一些手工的那个 对对对 而且它里面是真材私料 那我觉得那是比较健康 好那我们这边简单讲一下哦 吃年菜不怕胖的五大分量秘诀 全骨杂粮呢可以吃一碗 然后大概八分满 包括米糕啊 换成杂粮糙米啊 这都是蛮健康的 另外如果是豆鱼蛋肉的话呢 大概是吃一个手掌的大小 就是蹄膀东坡肉非常 狮子头大家都很爱吃 我还是建议啦 就是肥肉不要吃了 因为我自己不爱吃肥肉 可能很多人喜欢吃那个肥肉加瘦肉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 然后蔬菜呢 就吃一点五个圈头的份量 其实放在一般的碗里面 大概接近两碗 两碗 对烫起来大概两碗 所以这个会比较好做到 先吃嘛对不对 对先吃 然后菜后水果呢 要吃一个圈头份量 对就是说一整天 女生可以吃两碗的水果 男生可以吃到三碗的水果 像我们现在冬天嘛 比较是低GI的水果 比如第一个像柑橘类的东西 它也是属于低GI的 然后再来就是草莓 现在草莓大厨 盛产 对非常好 这个是属于低GI的 然后另外过年 你有时候可能会送礼给人家 或是你收到礼物 大的那种苹果 苹果也是属于低GI的 然后水梨也是低GI 虽然它甜 可是它纤维也蛮好的 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季节都会吃到 那巴勒当然是一个很厉害 就是长青的高鲜 然后营养素很高的水果 这个都可以做选择 那我想问一下 总是会有礼品 那个牛家糖跟花生糖 这怎么办 如果你要吃这个 其实它是算在精致糖类的部分 你知道吗 是会一个吃接着一个 过年的时候 我正要讲 不是吃正餐肥胖 都是吃这些零食点心肥胖 对 以前我们学员有一个 他说 他怎么制止 他吃这些很甜的东西 因为你吃这些很甜的东西 你会一直很耍脆 一直吃一吃 对对对对 有些花生糖 对但是他说 他就是泡茶 比如像过年大家都会来 你可以泡茶泡绿茶 红茶乌红茶 那这个茶 它会去冲淡你嘴巴的甜味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 哦这个好甜好甜 一直吃 所以你可以泡茶 配这些甜点 那有个好处哦 除了说不会一直吃之外 像绿茶 它额茶素特别高 你吃完这些甜点之后 就像姨安你提到 你可以去走一走 它也可以帮助你 这些糖分代谢 还是可以吃一两颗 对对 所以就是你要 抑制你自己的欲望 就是说你不要让你自己一直吃 茶类倒是可以解掉 你这个欲望 第二个就是 它可以消掉你的这个 脂肪的部分 好饮料的话呢 这个大家当然是喝无糖的饮品 比较好 但是如果顺过你 不要那么胖的话 基本上呢 就是可以喝一些水啊 鲜奶啊 优格啊 优酪如期帮助这个 肠道的消化都是不错的 最后最后 那个伊朗师 有没有一个总结 跟我们讲一下 好 其实过年的时候 我们人性化建议啦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 放纵的吃 开心的吃 那我觉得大概是两天左右 就差不多了 那第三天或第四天开始 你可以试着 不要吃到那么多 我自己哦 我自己就是说 可能第三天第四天 因为第五天就开始要上班了嘛 你就变成说 三餐里面 你可以吃两餐 哦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 可以把空腹的时间拉长 就做有点像类似 168的这个做法 慢慢的去把你的这个热量减少 然后第三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零食 开始要慢慢的就是 不要把零食当成 好像随手都可以吃的 这件事情 我现在把零食都送给别人 就是过完年之后 其实应该就赶快 把零食送给你同事了 没有啊 过年前就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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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掉 对不对 而且重点就是刚刚有几个准则 高鲜蔬菜先吃两碗 然后再吃白肉 再吃红肉 然后汤要先喝 对吧 就是对 清汤可以先喝 跟汤建议不要喝 OK 好 那今天谢谢依依老师 给我们讲 希望大家哦 在过完年哦 众人都是肥 只有我独瘦 那天依老师的身材保养这么好 就是因为他 真的有按照这些步骤 大家还是可以吃的 有点黏胃一点点 不要吃的这么清淡养生啦 就是你控制好你的分量 包括你有三高或者是有疾病的人 大家真的都要注意 而且我刚刚真的没有想到那个吃元宝那个会造成噎到这个 对啊还有年糕啊这些 有时候可能家里老人家不要一次给它太大块 有时候真的急诊三不五十就鱼刺啊年糕啊硬币啊这些这样子 还有食物中毒啦 因为有时候年差也一直反复的在加热 对对对对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谢谢依老师给我们的建议 希望大家过完年都能苗条维持就是瘦瘦的 我们谢谢医老师接下来 谢谢 新年快乐 拜拜 谢谢 拜拜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维生素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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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心 小姐好 大小姐好 吃完小姐好